看着爸爸模样的鸡牛飞来 悟饭根本下不了手 鸡牛反应过来反而一拳把他打飞 克林赶紧接住他并认真提醒那不是悟空 悟饭终于硬下心发出全力攻击 还没熟练身体的鸡牛根本不能应对 被一脚踹飞 他打出一发光波 悟饭直接正面挡住 鸡牛简直发狂 现在的实力比换之前还要弱 再次发出破斧沉舟的攻击 得到的又是一阵暴打 悟饭和克林感觉胜利已经逼近 可当战斗持续一段时间后 鸡牛的实力飞速增长 局面越来越不被他们控制 得意的鸡牛兴奋喊出特战队口号 可以前都是五个人喊 这只剩他一个人突然觉得怪怪的 克林突然发出偷袭 鸡牛嘴里骂他赖皮 手上却是迅速反击 他再次打出一发光波 接过一次的悟饭根本毫不畏惧 可打到身上食材感到和上次不同 强大的能量瞬间将他炸飞 不等他们反应鸡牛又打出更强能量波 眼看悟饭已无法闪躲 关键时刻幸好悟空全力冲出救下儿子 他已恢复体力可以联手作战 与此同时 贝极塔与红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 王子无比自信 反观红却一直强调着自己有多么多么强 他越这样王子越小看他 站着不动让他检测自己实力 红看到的是完全超越的数字 而偏执的他依然不愿承认 就像传说中残暴嗜血的超级赛亚人那样 自己一定是最适合的人 红听后更加抓狂 贝极塔丝毫无伤开始碾压式攻击 重重的拳头将红打到吐血 手掌对准他的头 红刚想求饶超强能量就从他头上轰出 直接连扎都不剩了 悟空责备到完全没必要杀他 贝极塔求着想做善事千万别扯上他 不然连他也变不成超级赛亚人 看到鸡牛还没被解决 直骂都是废物瞬间冲上去 又是碾压的攻击直接将鸡牛打得起不来身 他可不管悟空身体会不会坏掉 再次爆发超强能量准备给来个致命一击 谁知鸡牛等的就是这一刻直接使出交换技能 毫无防备的贝极塔眼看要中招 而早已等待这一刻的悟空快速冲出 但在贝极塔之前接住交换技能 灵魂成功回到本体 贝极塔简直一连猛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 悟空想亲手解决鸡牛 可他的身体刚才被打得实在太重 龟派气功直接打歪 撑不住地再次倒下 贝极塔再次看不起他 还得王子出手 超快的速度和攻击打出 看似打的鸡牛毫无反抗之力 实则鸡牛又在故技重施故意先弄伤自己身体 抓住机会鸡牛瞬间使出交换 鲁莽的贝极塔还是一样不明所言 关键时刻悟空再次出手一个青蛙丢出 空中自由滑翔的青蛙正好挡在贝极塔身前 灵魂的交换爆发出强光 待平静下来后鸡牛的身体已被青蛙占捲 强大的鸡牛也变成了弱小的青蛙 似乎一切战斗都进行得很顺利 可强大的弗力萨来了之后 悟空等人又该如何引力